最近外界热议的话题就是美国几乎对全世界掀起了制裁,制裁伊朗,制裁俄罗斯,对我们进行经济战,甚至对盟友的欧洲,加拿大等国也动用了增加关税的武器来,美国媒体最近也频繁分析特朗普的举动, 比如一直对特朗普态度并不友好的CNN就发表分析文章质疑,特朗普为什么要制裁全世界,美国在这些制裁中是否真的有收获,或者损失更大? 谈到这个话题的话,牧叔觉得有必要先把美国所谓的制裁分类,之后再谈制裁的原因和结果,因此主要分三部分来讲,制裁的分类谈到美国的制裁, 简而言之有三个层次,或者说是三百佛,第一是政治军事层面,第二是经济制裁,第三是人们方面,政治军事层面的制裁就是断交,或者外交关系降级,中断政治交往或者军事合作等, 这样的制裁美国用的不是特别多,当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转双进行了核试验,震动了全球,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制裁,就包括政治层面,特别是一些军事上的合作撤回或者暂行浪,已是对他们核试验的强烈不满, 经济制裁是最常见的制裁,也是大家了解最多,最能让所在国痛楚的,比如目前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,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,就是对俄罗斯的某些产品实施进口限制, 那么俄罗斯只能找其他买家,去消化这些出口产品,美国对古巴的制裁,也包括经济制,财,等于跟这个小国封锁在美国海岸线了,结果古巴支持了几十年,最近说要修改宪法对私有制说OK,可见顶不住美国的长期经济封锁与制裁了,第三层面就是对某些个人实施制裁,或者中断文化交流, 比如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全方面的,政治,经济,知识和人文等,其中就有对伊朗革命卫队高层和一些伊朗银行高层进行旅行限制,禁止他们入境,或者从事某些金融活动进行监控,为什么美国总是制裁别国? 很多人以为美国制裁别的国家,主要是因为经济最强大,当然这没问题,但美国最强大的并非是经济能力,就如同我们也是排名第二的国家,但我们为啥不制裁别人? 因此这还要从国家的经济本质和外向行为两点来分析,从经济本质讲,美国有充足的制裁资本,那就是全球贸易体系,是以美元为基本货币单位结算的,而美元又是美国自己的货币, 这就意味着外国在进行贸易的时候,等于给美国信用在背书,美国因此足以对某个国家的贸易进行限制,其他国家没有美元这个工具,在国际贸易场合离不开它,当然难以制裁美国,不久前伊朗和欧洲试图持有贸易结算有欧元,好像实行了一段时间,就遇到欧洲高战危机等,也没有坚持下去, 类似用人民币结算的动议在国际上也出现过,但都无法撼动美元的地位,另外美国的外向行为表现的就是一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,这个虽然是比较老套的说辞,但对美国来说形容也恰如其分,而且美国不认为这种霸权有问题,举个例子,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,他们会说,你如果要和美国做生意,就不要刻意了, 伊朗做生意,伊朗和美国二选一,这很公平吧,我们的VTE不就是背着美国,向伊朗诸售美国禁止出售的禁锐品文吗? 现在遵守美国的制裁决议,断绝与伊朗往来了,被制裁的国家一定倒霉吗?从理论上讲,美国制裁别人,别人也可以办制裁他,政治军事和人文层面好说,这种制裁一般都是相互的,比如俄罗斯和美国互相支持外交官等,就是这种互相制裁的反应,因此倒霉也是互相的, 但经济制裁,因为美国占据美元优势,又具有全球贸易优势,所以他要在经济上制裁别的国家,别的国家一般会比较倒霉,比如美国对伊朗,古巴的经济制裁,这种比亚促变的策略和可能造成这两个国家内部的问题, 但是对大国和大的经济体,美国的所谓制裁,也不一定能让他们倒霉,因为大经济体承受力比较强,周旋余地也比较大,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也相对多一些,所以不能谈美国制裁他们,就一定会像伊朗,古巴那样倒霉,比如美国制裁俄罗斯,在俄罗斯该举办世界杯就举办世界杯,该介入叙利亚局势, 也介入叙利亚局势,有影响,但可以承受,在比如美国对中欧提高关税的经济战,本质也是制裁,而双方的反制裁,也会将美国制不了的折走,所以最终的制裁陆子水手,还说不准呢,欢迎对这个问题表达汉法,请言之有物。